Howdy 各位老鐵小夥伴們 哇今天很激烈喔 視頻一直上傳 今天要跟各位講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磁吸真的是對iPhone會有影響 所以這一集就是 比我想像中的恐怖 那因為我昨天才買了那個Bail King的那一個磁吸的 然後我就發現已經出了問題 所以的確會有損傷喔 而且還蠻明顯的 那我們先看以皮革而言會最明顯啦 你看皮革的部分 你看他已經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 已經有一個痕跡了 我這是用iPad Pro拍的 iPad Pro畫質比較差我必須要很亮 所以就是盡量 你看他我這是插不掉的 所以他已經有一個痕跡才一天而已 我的天啊昨天晚上來我 吸一個晚上就這樣了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你沒要有心理準備啊 就是他這個MagSafe的這個裝置啊 就是會受傷 這個會Damage就是這個 你看這個很明顯吧 就一圈啦 這個插不起來喔 這個插不起來 他這是吸出來的 所以這個 就完蛋啦 這原廠的皮革 所以你今天要用磁吸的裝置 你就是做好準備了吧 就是這種殼你可能也不能賣二手的了 因為你就是一圈啦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我這個黑色 撞到了 等我一下 我這個黑色的 這個黑色的 就是很明顯 抱歉啊撞到了 黑色這個就是很明顯 有沒有看見 我才一天而已耶 所以就是 哇 那我們來看裡面有沒有好不好 因為 之前有人說裡面不會 那其實我很好奇 如果裡面也會 那就真的完蛋了 裡面的部分 因為我那時候是說這是玻璃嘛 玻璃的是還好 我插一下 玻璃的就沒有 但是啦就是 因為我現在這邊反光啊 就是 我現在這樣照啊 不然我 我關掉電燈好不好 不是啊我關暗一點 然後我用強光照好了 等一下喔 等我一下哈 用強光去照好了 還是有一圈啦 有沒有看見嗎 因為我現在用那個 就隱隱約約這邊有一圈 有沒有看到有隱隱約約有一圈 所以就是 可能會 真的會損傷 但是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插一插好了 我現在用布插一插好了 我現在用布 我用布插一插 因為我現在如果這樣子弄會不好用 我用布插一插就比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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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用布插一插是看不太出來 但是你就是會隱隱約約 就是看到好像有一圈 好像有一圈白白的 可是它這個又沒有損傷 可是就是會有一圈喔 哇 那所以各位小夥伴們就是 當初我還說這種材質 玻璃的不會有 還在那邊講得很大聲 但是它事實上是 好像有一圈啦 你看我現在插完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因為我現在是用 但是就是看不會很 畢竟這是玻璃的材質嘛 所以 看不會很出來 但是我就是會隱隱約約的感覺 好像有一圈 但是它會比皮革的看比較不出來 所以 會受傷喔 是會受傷 是會受傷 可是玻璃的這種 你就是大概看不它出來 但是你會自己隱隱約約好像感覺 有一圈好像油污這樣子 在它這一圈的周圍 所以就是我覺得可能 你用MagSafe這個產品啊 它就有一圈油污 你可能就是要有心理準備了 那MagSafe這個就 不行了 好吧那還是要用啊 就是 就是會有一圈喔 可能會有一圈 好 那我們 我們 我們現在我先關掉手電筒啦 我們來看 那個矽膠的 看矽膠的 啊 所以就是你看 這個就會有了 這個就會有 然後玻璃這個反光是看不出來 你這個要 嗯這個現在是反光 所以可能 還好 你好像還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自己如果關掉燈啊 用燈去照啊 你再看仔細一點 隱隱約約好像會有一小圈 可是它沒有損傷 就是會有這樣 那我們看矽膠的 矽膠的因為我這白的啦 白的看比較不出來 可是我其實我如果仔細看 看啊 我覺得深的可能會看得比較明顯 我其實仔細看有一圈耶 但是很淡 就是有一圈 所以白的也有 就是矽膠的也有 但是就是 一點點 矽膠的看比較不出來 那尤其是淺色 不然你就是要買淺色的 不然這邊還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有一些在旁邊啦 所以你要做好心理準備了 而且我 這兩隻我都吸啊 我大概 呃 比如說我昨晚就吸這一隻嘛 這一隻大概有吸五個小時 這一隻大概有從剛才開始吸 這一隻也有吸 也大概有五個小時 所以就是 很恐怖啊 就有了 就是已經中了 然後我覺得 Promax Promax 這個 我覺得它這個 霧面的玻璃會不會比較 明顯 它其實這邊有一圈 有一圈啦 有一圈 可是你現在看可能看不太出來 你可能 你也不要試了吧 就是我霧面的 我霧面的 我感覺我這邊有一圈 但是很輕微啊 那可能是它這個玻璃的是霧面的 可能會更容易看見 稍微啊 但是沒有像那個 純玻璃的那個髒髒的 看得那麼清楚 所以就是 哇 那我這樣子都還沒有一天就已經有了 所以我是覺得跟你們講說 你們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這種東西啊 就是會 就是會喔 就是可能會損傷 這個罩 這樣罩應該是還是看不太出來 如果你光用這樣看啦 是還好 可是 我現在用肉眼啦 這個你可能用肉眼看 我肉眼會隱隱約約 感覺有一個痕跡 可是很淡很淡 那尤其這個霧面的就更少 那比如說是那個 Mini的這個純玻璃的啊 純玻璃我覺得它可能是因為髒污啊 可能是髒污的話 所以我覺得 Mini的那個 背面玻璃的一圈才會比較明顯 不過你去把它擦一擦就比較好 對啊 擦一擦就看不太 看不大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是背面這種是因為髒污啊 所以可以擦得掉 但是如果是機身的外面啦 機身的外面應該是沒救 機身的外面應該就是會有 會有痕跡喔 所以可能就是 那今天這一集就是跟各位談說 這個機身外面 就是會有痕跡啊 的確會有痕跡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們就要有心理準備 你買皮革的 如果你要MagSafe就會變這樣 你買矽膠的可能 比較看不出來 但是我是隱隱約約感覺有啦 我是覺得應該可能也會有 然後裡面的話 如果會產生的話 就是你可能要去擦一擦 你可能是就是 它不會損傷啦 可是可能會不會是因為油污或什麼 它吸 就吸在那邊 那你要把它擦乾淨 就看不太出來 所以你就把它擦乾淨 但是我摸是沒有損傷 所以背面是還好 背面是應該是擦得掉 那 正面的話就是就完蛋了 看一下這個 這裡就會一圈 所以就是這樣啦 所以矽膠的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矽膠比較看不出來 但是我隱隱約約還是有啊 也許深色的會更明顯 啊所以我現在就說 你們買這個 你就不用再想了 就是一定 背面就是會完蛋好了 你就做最差的打算 然後 裡面是應該是比較不會受傷 裡面應該是稍微 就是可能髒髒的 你把它擦一擦就好了 好吧 那我可能再久一點 我再多試久一點 再來跟你們分享 那我先 我只是覺得這一天就這樣子了 這也是蠻誇張的 我這殼買沒幾天 好OK 那這個 一天吸就變醬了 好了 今天就到這了囉